香港民眾的抗議行動已經持續了100天 中共黨媒突然開始炮轟香港地產大亨李嘉誠 稱香港社會動盪的根源是高房價 政府要收回土地建公屋 不過香港大律師透露 在黨媒口註筆伐李嘉誠的同時 央企高管也在拜訪香港特首 他認為很可能是紅色資本已經瞄準香港的土地 香港首富李嘉誠9月8號在一個祈福會上 對香港局勢發表意見 希望年輕人能夠體諒大局 執政者則對社會未來的主人翁網開一面 之後遭到中共黨媒的炮轟 中共政法委的微信公眾號長安健 9月12號發表文章 公開點名指責李嘉誠縱容犯罪 看著香港滑向深淵 並說它是香港高房價的罪魁禍首 文章列出香港高樓價等種種房屋問題 聲稱香港反送中的年輕人把不滿甚至憤怒 發洩到政府頭上是搞錯對象 文章特別提到民建聯動議的收回私人名下的閒置土地 用於建公屋的廣告 質問李嘉誠是否看到了 並反問和李首富一樣的囤地圈前的房產商 是否會釋放土地 對年輕人網開一面 同一天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發表題為 《解決住房問題 香港不能再等了》的評論 聲稱 住房問題才是三個月來 許多年輕人捲入反修例風暴的根源 並把矛頭對準李嘉誠等香港地產商 要他們釋放最大善意 對年輕人網開一面 13號 新華社接著發表評論 對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 最突出 最迫切 最讓人詬病的就是住房問題 旅美時事評論員藍述認為 中共除了企圖把民眾的注意力 從關注香港如火如荼的反送中運動 轉移到香港的高房價上之外 還有第二個目的 藍述說 香港的送中條例傷害最直接的是香港的工商人士 對還在上學的年輕人暫時還不會構成直接影響 因而中共把反送中運動歸罪於年輕人的住房問題 沒有邏輯的消息 有網友追問 如果香港高房價的責任在李嘉誠 那麼北上廣的高房價要怪誰 據香港大律師梁家傑披露 在林鄭月娥官居地產局局長和發展司司長期間 香港民主派多次提出收回地產商 在新界佔用的農用地 重新規劃 並根據收回土地條例 賠償業主 林鄭卻一直置之不離 現在香港保皇黨和中共黨媒通過攻擊李嘉誠 提出收回土地 達不到中共轉移事件的目的 梁家傑還披露 黨媒炮轟李嘉誠的同時 中共央企頭目們也在拜訪林鄭月娥 事件上也是很配合的嗎 那一兩天裡頭央企的十多個大老闆 就去李賓府去見林鄭月娥嗎 會不會就是希望用紅色的地產商 來取代原來香港的這些地產商了 要他們離場了 被紅色的資金取代了 有這麼一個可能性了 梁家傑認為 如果中共借送中運動 打垮了香港四大地產商 也只不過是利潤從香港地產商的口袋 挪到了紅色地產商的口袋裡 港人不會相信中共收回土地 會給他們帶來任何好處